這個已經被蟲咬爛掉了 有聲音嗎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那撥回來 好 你撥 對不起 你撥 因為我現在對那個 還是因為不了解說 會有一點點恐懼感 有沒有 啊 有啊 有啊 這個蟲 這叫什麼蟲 這個叫竹蟲 筍蟲 我才剛結婚 我老婆不太清楚我的過往 如果我竟然吃蟲給她看的話 肯定一個月不敢跟我親吹 天啊 就是你們害的 它好像剛剛脫殼 你看 剛剛軟軟啊 這個好像那個 它的殼 那個硬殼都脫掉了 所以它現在特別的那個淺色 那你們要抓它幹嘛 它可以吃啊 你們這裡有人在吃蟲 這裡是柬埔寨啊 不是 這裡是章話不是嗎 對啊 不是柬埔寨的人才在吃蟲嗎 吃昆蟲 你們幹嘛要吃昆蟲 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你那個秘密 來 對不起 你那個秘密 你那個秘密講太小聲 我已經不知道 你比較大聲的 那個蟲是男人的聖品 趕快抓 我說這個 出外景啊 沒有好好保養一下 你看到 臉上都有些細紋了 但沒關係 因為我們的節目呢 就替各位觀眾朋友 找好東西 這次來到我們這個東市啊 聽說我打聽到 有一個這個 山中黃金高蛋白喔 當地老人家吃完之後 每一個老太太變成少女時代 我跟你講有點浮誇 但是好像聽說很有用 我要來這邊找一個達人 但達人怎麼還沒有出現 該不會讓我呼喊他的名字吧 山哥 山哥 超山哥 我在這裡 在這裡 哎呀 山哥又見面啦 哎呀 上次那個 大甲鎮南宮媽祖 遶境的時候 你帶我去對不對 對 沒錯 對 但聽說這次 你要帶我去找這個 黃金高蛋白是怎麼回事 好 那個其實黃金高蛋白 並不好找 蛤 也不好找 第一個它又有季節性 才有兩個月的季節性 蛤 這麼短喔 一年到中十二個月 才有兩個月出現喔 對… 黃金高蛋白不好找喔 那應該 那這個算不算季節呢 這時候就是季節 那太好了 我跟著山哥 什麼東西都找得到 好不好 那你帶我去找黃金高蛋白 我跟你講 等一下 因為我要幫人家除害 除害 你現在還充當周儲就對了 沒有辦法啊 人家農作物做得那麼辛苦 把他吃光光 我不幫他 講不過去 等一下 這個就義氣了 山哥好不好 好不好 那你先去除害 我在這邊等你 沒有意思啊 你要幫我 我要幫你喔 對啦 人稱山野達人的山哥 從小就在東勢山中長大 對於這裡可是遼若之招 不管是在天上飛的地上 爬的水裡遊的 有毒沒毒 只要他一出麻 絕對是土洞的啦 現在就跟著他的腳步 來去除害啦 你看 你看 你說那個大鋼牙喔 對 這都是他挖的洞喔 對啊 這是用嘴巴啃的 還是用腳挖的 他用腳挖 用腳挖 OK 所以他指甲 應該也特別長囉 指甲也長 OK 各位 來到田地裡面 你還不要亂踩喔 你不小心會踩到他的洞 就腳陷進去喔 因為他洞口滿大的耶 大哥你要小心 你不要手機上放進去耶 等一下他咬你怎麼辦 那我們要怎麼樣引他出洞 我們現在喔 大哥我們用嚇阻他 先給他趕在一邊 趕在一邊 所以現在我們要用招觸了是不是 對 我們現在 等一下 你點槍在幹嘛 我拿他放個鞭炮 這麼狠 哇 厲害了 北洲國家沒有鞭炮可以放 這邊有鞭炮可以放 嚇他就對了 對 三哥的錦囊妙技第一招 居然是用鞭炮炸 原來是大鋼牙的洞穴太深 鋤頭根本挖不開 如此一來就能夠逼他出來 乖乖就范 好 我們現在讓那個鞭炮 先把它點燃 有了 一隻 真的很大聲完蛋我耳鳴 馬上耳鳴 三哥他不會衝出去喔 有了會有了不會 他就看來眼圈到哪裡去 從哪裡去啊 你要觀察那個煙是不是 從哪個洞跑出去 那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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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 來 你把刀子拿來 把那個草割一下 從那邊出來 從那邊出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真的喔 在都市的人看不到這一段喔 都市的人不會經歷這一段喔 現在只有在農村裡面呢 可能還有人呢 我們要捕捉一下這個 田裡面的田鼠 就是三哥口中的大鋼牙 好 現在呢 這個煙確實是往這邊冒出來 沒有了 沒有了嗎 沒有了嗎 因為 那邊也有 裡面沒有田鼠了是不是 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洞穴 就像是打地鼠遊戲一樣 躲在哪裡沒有人會知道 但三哥說別擔心 因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什麼意思 這個大鋼牙 這個大鋼牙 還有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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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這麼大的老鼠扁扁 想必Size絕對是大的驚人 只是一連發射了好幾支鞭炮 仍然沒有什麼作用 該不會是鼎鼎大鳴的三哥 這次要浪開了吧 來 香港你看這邊還有幾個洞 對 好幾個洞 問題是你的鞭炮好像不奏效 不奏效我們再換另外一個 還有方法 用水工 火工完之後就是水工 對啊 OK 來水工 我們哪來的水呢 因為水喔 我們寫不行 水我們要放好陷阱 我就要這樣把那洞口 放好陷阱 我們水煙它跑出來會跑進去 驚艷老道的三哥 果然不是水遊樂燈 換個方法 決定用水煙金三四的方式 逼它出動 不過在這之前 得先請人挖開巢穴 並放置特製的鐵籠 才能夠將大鋼牙一網打盡 這樣子喔 從洞口這樣 你會以為從後面進去 後面也可以 等一下我們要注意看後面 後面我要把它塞住 對啊 你後面沒有塞住 他等一下從後面跑掉大哥 這邊還有好多個洞口 你不是都要塞住 那個應該沒有穿過去 那個沒有穿過去喔 這個洞口是直直下去喔 所以它滿的時候 它會不會先在裡面憋氣 先憋一陣子 會憋 憋下去啊 然後頭會伸出來 你再繼續一下 受不了一趕才進去 哇 滿起來了 滿起來了 看你有沒有氣泡出來 有 好像有一些零星的氣泡 我跟你講我現在真的是 有一點點太過興奮 你知道我心跳加速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不知道衝出來會是什麼東西啊 而且你怎麼難保說 裡面有沒有蛇 蛇屬一窩 天啊 此刻的心情 真是令人緊張 卻又萬分期待 此時後方的洞穴 似乎又出現了動靜 三哥即興風的性格 立馬是用上了紅光之力 徒手開挖 到底狡猾的大鋼 會在哪裡呢 你看 你看 它整個呢 這邊這樣挖起來 你看它水現在都滿滿的 代表它底下的水 應該都已經灌滿了 才會浮到這上面來 但底下的洞有多深不知道 然後呢 這附近有這麼多的洞口 我說實在我根本不了解 這田鼠它裡面是怎麼挖的 這水已經挖出來啊 對啊 但是你看喔 這個洞口裡面居然沒有水 現在 欸 你再往這邊洞 比較強一點 衝一下 這個 這個 因為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 我現在覺得非常奇怪 這個洞 剛剛水管一拿走之後呢 水馬上就不見了 這裡應該來講的話 如果的洞口 該有的堵地方都堵住啦 沒有 我有看特別的洞口 哇 三哥即興 你看到嗎 欸 我聽到聲音了 咕咕咕 有 有 有 聽到聲音了 滾 出來了 好大一隻 好大一隻喔 各位 這個大鋼牙出來了 出來了 出來了 他現在還在那邊撐 因為他的鼻子在水平面上面 他覺得還呼吸得到 好大一隻喔 各位 這大概有 這個大概有一兩斤以上 各位現在發出超... 有個老鼠的聲音 有 有 黃鼻子 今天這隻椰樹很... 很難處理喔 現在他感覺上 他還是不願意就范喔 對啊 水一直沖 然後只要他鼻子能夠呼吸 在水面上呼吸 他就不願意往裡面走喔 現在三哥呢 不斷地用水促的 沖他的鼻子 因為他這個水已經是完全... 等一下 OK 好 好 各位 各位 我們歷經了一個上午 三哥你辛苦了 終於把這隻田鼠呢 抓到先把它沖一沖 讓觀眾朋友看清楚一點 就這隻 這麼肥喔 這種老鼠有人在吃嗎 這個有 這個叫山蠔 就等於說 鞋名叫鬼鼠 鬼鼠 它真的是農作物的對不對 它是農作物 它這... 如果你有 我們果實的根啊 對 還有地瓜 樹酥 還有豬汁 所以它必須要很... 它必須要很鋒利的 像你剛剛說的大綱羊 對 才能夠去咬那些根嘛 對 它最喜歡吃就是根部 你看人家... 你這樣斷人家的根 難怪農作物會死掉 難怪農夫會來斷你的根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循環 現在抓到你的之後呢 第一個 我也不吃你 但是放生物 我也不知道放哪裡 那要放也要遠一點 要遠一點 但是這個滿好吃的 對 這麼七隻 很美 欸 哇塞 我已經距離吃老鼠這種事情很久了 試試看 你在國外吃沒有吃到台灣 台灣的就是講台語而已嘛 是不是 很好吃 好吃 哎呀 三哥你的好意我心領啦 不過看看這胸膊的大鋼牙 真的是有夠派的啦 三哥說它跟甜薯最大的差別 就是一個吃甘蔗 一個磚啃山裡的樹鼠根 只要有它在的農民都傷透腦筋 好不容易完成除害任務 誒 說好的黃金高蛋白在哪裡呢 怎麼把我騙到這荒山野嶺 是要幹嘛啦 沙嬌成成高 後面還有好大的蜘蛛喔 對啊 三哥 你說這個高蛋白怎麼會都在深山裡面 所以是很稀少是不是 它本來就很稀少 而且喔 它竹筍它不是說每一種竹子的筍它要吃 吃 對 你說的高蛋白是一種 是一種動物喔 對 是什麼 是昆蟲嗎 欸 是 是昆蟲 所以要到竹林裡面才找得到 對到竹林裡面 我覺得每次跟三哥出來這個 路都比較難走 好走地方 就比較光光光 你小心一點 你繼續幫我逼一下路 開一下路 開一下路 俗話說得好 拍囉 有錢給了 但三哥啊 你怎麼靜帶我走這些難走的路呢 原來喔 想要找到傳說中的黃金高蛋白 不但得忍受蚊蟲叮咬 還得看到竹林 欸 前面不就是了嗎 小馬你看 這邊很多竹筍 對 你說這個高到還沒有長到上面 都有竹筍嗎 對 這種竹子可以吃嗎 這種可以吃嗎 人可以吃 但是這個不好吃 這不好吃 但是我們的高蛋白 黃金高蛋白很喜歡吃 這是它的 算是生長環境就對了 對對對 它是靠吃竹子嗎 對 竹筍 吃竹筍喔 對 就像這樣 這是竹筍 吃的蠻好的嘛 高蛋白吃竹筍喔 有嗎 你現在看得到嗎 我們眼睛看得到了嗎 眼睛看不到 要拿下來 要拿下來 它在裡面喔 對 它在裡面喔 在裡面 它把整個竹筍都吃空了 對啊 這個厲害了 很有趣喔 我已經開始有畫面了 應該是一種很奇怪的蟲吧 來 來 在此要特別強調 這黃金高蛋白 並不是隨隨便便竹林裡都有的喔 三哥說 它只特定出現在 黑葉竹或是觀音竹裡頭 而且還要依據竹筍頭上 枯黃的線索 來尋找它的蹤跡 怎麼樣 三哥OK嗎 這個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你等一下 來我看一下 各位 這個呢 從外觀上看起來呢 就好像有霉的感覺 有沒有 它這個是竹子的粉 你要看它 這邊有沒有吃 你看這邊 這邊有沒有吸吸 所以這裡面可能有就對了 要剝開來才知道 來 剝開來 因為剛才那個 我們砍那根沒有的時候 它的竹子外觀是蠻好看的 對 就是很乾淨 這個感覺上有蟲在住 但它長 它是什麼樣的蟲 我就完全沒有概念了 有嗎 應該會有 應該會有是不是 因為這邊有 已經爛爛的了 對 還沒有看到蟲 你看喔各位 來 先給鏡頭看一下 還沒有看到蟲而已 它這已經爛爛的 代表這裡面 真的有蟲在住 對 好 它來吃這個蟲頭 我已經看到小小一根蟲 好像蛆喔 這裡 這裡 這個 不是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個 你看 這個好像蛆喔 各位 你該不會說高蛋白是這個吧 不是 不是 那這個可以吃嗎 不是 不是 我是說你吃狗看 你看 這個蟲洞的這麼像蛆 我站在那個 它這裡應該掉下來跑掉 真是不好找啊 就像大海撈針一樣 想吃還得放過運氣 一般而言 每一支筍的不一定都會有 就算有的話呢 也僅僅只有一兩支而已 珍貴的程度高達百分百 怎麼樣 怎麼樣 這個好像有喔 來來來 我看一下 等一下 你先不要打開 你先不要打開 這個我覺得非常有可能有 你看它的 竹筍頭 這個已經被蟲咬爛掉了 有聲音嗎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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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撥回來 好你撥 對不起你撥 因為我現在對那個 還是因為不了解說會有一點點恐懼感 有沒有 有啊 這個蟲 這叫什麼蟲 這個叫竹蟲 筍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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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為什麼我見過它 這種蟲好像是那種 甲蟲的蛹 甲蟲的幼蟲 其實它是橡皮蟲的幼蟲 對 橡皮蟲 有點像甲蟲那樣的 橡皮蟲 我有抓 我拿給你看好不好 好 你拿給我看 你拿給我看 這個蟲 但是這個蟲算小隻的啊 因為我之前看那樹蟲蟲 是超大隻的 超可怕的 其實看就它會再長大 OK 這橡皮蟲的幼蟲 你看這個就是它媽媽 橡皮蟲 有沒有 有有有有 橡皮蟲 這是小時候呢 我們在鄉下地方的 那個每次那個 砂窗砂門 常常會卡在那邊 橡皮蟲 對 原來喔 我們要找的竹蟲 就是橡皮蟲的幼蟲 主要靠西雲 竹子內部的肉質纖維 和水分維生 20天內 便可以從米粒大小 找到手指頭般的粗大 而當它還未成熟時 蠱動的軀體 可是富含豐富的蛋白質 因此成了當地人 另類的養年聖品 OMG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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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快多年 莫非我又要吃蟲啦啊啊 我現在真的很害怕 因為我太久沒有吃這個玩意兒 我記得 那一集馬來西亞 的束蟲蟲的時候 我覺得 我記得是先把它的頭給剋了 先把它的頭咬掉 不然它會咬你 對不對 對 各位 肥肥的 竹蟲 台灣第一等好久 節目裡面沒有刺激了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 因為吃蟲之後收視率不要高 這會影響到我日後的日子 所以我希望這一集的收視率 不通就好 好哥哥朋友 馬來西亞的 TELIMAKASI 什麼什麼 新加坡的SINGRISE朋友 小馬要再度吃蟲啦 好可怕喔 我的媽呀 我在剛結婚 我老婆不太清楚我的過往 如果我現在吃蟲給她看到 她肯定一個月不敢跟我親嘴 天啊就是你們害的 要先把她的 把她的頭咬掉 台灣 台灣 等一頂 太好了 點點了 這剛剛等一頂 媽 我成功了 媽 我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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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超有感覺的 回回那麼多年又吃一個 有竹子的味道 就是竹子的味道 對 孫子 它這個吃這種蟲 它就是高蛋白 它也就是 它的生命 也就是去吃那些 它的這個養分 然後最後它會形成那個 剛才講的 變勇 變成勇 勇才會掉到地上 然後變成剛才那個蟲 叫做 像鼻蟲 對 對 然後它又在有竹子的時候 它又會出來殘暖 對 殘暖的時候 就一代一代的這樣 藏身在竹筍裡頭的珍寶 真的只有像三哥這樣的仕途老馬 才有辦法帶我們去挖掘 或許看到那不停蠕動的蟲 多數人會深感害怕 但其實它可是 極稀有的養顏聖品呢 小媽 我在這邊也要提醒觀眾朋友們 千萬別自己去搜尋 或是輕易的嘗試喔 身邊還是要有專家的指導 才安全 不錯 天稅已晚 好不好 這一次打聽到在彰化這邊 季節限定 有人在晚間來捕捉 黃金稅的人 要到樹林中間 好不好 聽說有位達人 就在這附近 因為我眼前呢 只有光線照著我的臉 眼前一片漆黑 我看不到 攝影師你小心退後 好不好 越來越暗了 黃金稅的人在哪裡 大哥在哪裡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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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晚了 不要突然間這樣拍我的肩膀 大哥 我直接打聽到 該不會就是你要 你要去找這個黃金稅的人 對 就在 前面的樹林裡 前面的樹林裡 對 樹上就有 對 那因為它叫黃金稅的人 顧名思義它不會動 是不是 它在睡覺 不是 就是它退殼的絲 很漂亮 還有退殼啊 對 唉唷 好 來我跟妳去找 好 我們這樣看得到嗎 這樣看不到 對 要有 頭燈 要有頭燈 你有 你有 那打開頭燈 對 打開頭燈 好 打開頭燈 往前面走是不是 對 OKOK 我跟妳去 好 現在我們要照樹上是不是 對 你知道那個黃金稅美人 都睡在地下多少人 你知道嗎 等一下 黃金稅美人是睡在地下 對 它是躲在地下的 大哥你的燈好亮 好亮 對 你先關一下 我們先關一下好了 你說黃金稅美人 我們要照地上是不是 對 地上會看到它的 你剛說脫殼 對 所以地上我們是看殼 不是 看樹上 我搞不清楚了 到底是看樹上 還是看地上 它是從地上冒出來的 地上冒出來 然後要看樹上 對 所以先看地 還是先看樹 先看地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哪一位 可以知道大哥在講什麼的 馬尔尼顯信到我們今天才來 我完全不知道大哥在講什麼 我們一家看地上還看樹上 都要看 好 我給你看 地上是不是 我真的是被大哥搞糊塗了 在這種越黑風高的夜晚 帶我來到森林裡就算了 竟然還說什麼黃金稅美人 會從地上爬到樹上 所以我要注意看 到底黃金稅美人 是什麼樣的東東 讓人真的是聽得不煞煞 這裡 你看這裡還有一隻 哪裡 有一隻 對 你在講的是什麼東西 等一下 各位 天啊 這是脫殼了嗎 對 它好像剛剛脫殼 你看好像軟軟 這個好像那個 它的殼 那個硬殼都脫掉了 所以它現在特別的那個淺色 那你們要抓它幹嘛 它可以吃啊 你們這裡有人在吃蠶 這裡是柬埔寨 不是 這裡是彰化不是嗎 對啊 不是柬埔寨的人才在吃蠶嗎 吃昆蟲 你們幹嘛要吃昆蟲 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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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秘密 男人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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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秘密講太小聲 我已經不知道 你比較大聲 那個蠶是男人的聖品 趕快抓 他說是男人的聖品 是喔 對 真的假的 真的 他爬了 怎麼抓 就用手抓起來 用手抓起來 開玩笑 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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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馬 我就是外地主持人 主持了12年 13年了 以前世界的一定的時候 什麼蟲我沒有吃過 湯松生看到我本人都會跑啊 蟲蟲哥看到我都要跑掉啊 蟲嘛 對不對 你們是生吃嗎 不會吧 不是 你們怎麼吃 生吃 釀嘴巴酥 我不知道啊 用指巴是不是用眼睛吃 大家拜託一下 當然是炸過的 炸過的 我跟你講喔 蟲炸過還真是好吃 對 對不對 超香的 超香 因為它有甲殼素 對 然後呢 這個蟲的本身呢 你剛剛說對男人是比較補 你們從哪裡發現的 這是高蛋白的 欸 聽起來好像有點道理 昆蟲都是這樣 它吃起來有什麼口感 吃起來 會不會很像那個 炸那個茄子 比那個好吃 鹽酥雞 比那個好吃 比那個好吃 對 所以彰化這個路邊的小吃 有人在賣這個炸蟲嗎 炸睡眠的 量有很高的時候 然後才有賣 量有很多的時候 有人要就給它 對 OK 這樣的話多少 一隻大概多少錢 一隻喔 對 可以賣到多少錢 熟悉的都算便宜一點 熟悉的大概多便宜 一隻 然後一隻五塊多 一隻五塊多 欸 那也不如小補喔 對不對 如果晚上閒閒沒事的話 來這邊 這是季節嘛 因為季節限定 只有這個時候有對不對 對 比較勤快一點的話 樹林這樣繞一繞 繞一繞 搞不好一個晚上 又收入個一千塊 沒有問題喔 有喔 大哥你這樣把它丟進去 裡面是放冰塊 放冰水耶 冰水 為什麼要把它冰鎮 因為它會氧化 氧化 對 氧化它就會變黑 然後顏色會變黑 對 就不是黃金碎美人 對 就不好看 喔 就變成黑美人了 對 好來 我們繼續找 好 哇 欸 我跟妳講這樹林裡面 好像不止我 你看那邊還有人 然後這邊好像也有 這個樹林裡面呢 感覺到很多人來 偷偷摸摸來找 黃金碎美人 那感覺好奇怪 就突然間來到 髒話樹林裡面 好多人拿手電子在那邊照照 有人來都在找這個 欸 大哥 欸 你看那邊 對不起 那是過年 嗨 每年五月底 只有兩到四個禮拜的時間 蟬的幼蟲 會在黃昏到入夜的這段時間 鑽出地面 爬到樹上蜕變成為蟬 因此每到這個時候 彰化鄉下地方 不管是年輕人 還是阿公都提著水桶 裝著冰塊變成補蟬一足 除了自己吃之外 補一隻蟬 甚至可以賣上五元 一個晚上抓上數百隻 幸運的話 還可以賺到上千元 貼補家用 補蟬可以說是 彰化鄉下地方的 另類外快呢 欸 江馬 你看 哪裡 前面 欸 哇 欸 好多隻耶 對 欸 牠們這是從土裡面爬出來喔 對 所以你說牠們會在土裡面睡很久喔 對 最多會睡多久 最多好像睡十幾年 所以 這是牠這個生物的習性嗎 十幾年的時候 牠都還有生命嗎 牠在土裡面是有生命的嘛 對 然後最後十幾年的時候 牠就 牠就爬出來 對 爬出來幹嘛 爬出來 牠就要變成成蟲 要傳統接代了 要交配 對 就會在這個季節 所以牠開始往上爬 要去找母的 對 母的要找公的 對 原來是這樣子喔 藏在土裡面 十幾年耶 對 喔 那牠十幾年 牠在裡面幹嘛呢 剛才都是在地底下吃那個 樹的根吸 樹 樹的根的養分 對 喔 可能有水分有養分 對 然後等到牠吸飽了 吸足了 但是也吸太久了吧 十四年 牠嘴不酸 吸到牠嘴酸之後再爬出來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算是牠脫殼 還沒有脫殼 對 還沒 你看牠真的在爬耶 一個一個往上爬耶 真的耶 好奇怪 這個我們會抓起來吃嗎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喔 像剛才脫過殼的還是這個 這個比較有口感 因為脆脆的 牠比較紮實 比較紮實嘛 對 好 丟進去囉 好 這邊還有一隻 這麼多隻 哇 隨便解一解都 哇 五塊 五塊 十五 二十 二十五 哇 隨隨便便就二十五塊錢了耶 好 來 哇 好特別喔 上面你也有 你看 哪裡 上面 你看 等一下 牠掛在那邊 那個好像已經脫殼 脫到一半了耶 那個就是黃金色美 那個才是黃金色美 那個才是黃金色美 蟬的一身非常的奇妙 交配後的磁蟬 在枯枝上蟬卵 孵化後的小若蟲 掉到地面 便鑽進地底生活 至少一年以上 而根據研究紀錄顯示 最長的設置高達十七年 剛鑽出地面的若蟲爬到樹上 在短短的半小時之內 完成褪殼肥化 再繼續傳宗接代 而所謂真正的黃金色美人 指的就是剛脫殼完 還沒有氧化成黑色的黃金蟬 今晚我們的戰績不少 將色美人清洗乾淨 我們來吃吃看吧 黃金色美人 大哥厲害了 你果然是補殘達人 你看要準備要炸這個 黃金色美人 街訪鄰居都來了 油溫差不多了 就可以下了是不是 來喔 來喔 吃下去 各位 我們現在在台灣的彰化 彰化有黃金色美人 現在 下了 只有極限定的 唉唷 滾到那裡 唉唷 唉唷 差不多了喔 來 來 OK 好 應該很酥碎了 來 輕鬆先抓下去 抓一把下去 輕鬆先抓一把下去 來 要弄到 好 好 要多一點 好 有鹽酥雞的感覺 好 胡椒鹽 我覺得這應該可以推展為 彰化這個地區呢 季節限定夜市小吃 然後就叫黃金色美人 大家聽起來比較不會怕 我們從頭吃還是從尾巴吃 全部都吃 一次整隻吞下去 對 好香喔 讚 讚 好吃 好吃 完全不用害怕 剛才所有的印象 在腦海裡面全部都不見了 這是一個美食 怎麼那麼好吃 好吃 好吃 你看 加上青蔥 我已經吃第三隻 代表真的好吃 好吃 好吃 完全沒有我意想不到的怪味道喔 這個真的是打野味你知道嗎 季節限定 樹林就可以抓到的這種 我的媽啊 再吃一吃 好好吃喔 讚 大哥 這是你們彰化人這邊的福利 對不對 對不對 也要由你們這樣 願意去這個樹林裡面去抓 然後一起分享 有煎好靈居 大家一起吃 來 靈居們 有沒有 一起來享用嘛 來 進來 沒有關係啊 好 來 好不好 季節限定喔 要吃就快喔 說真的吃蠶乍看很嚇人 但是用五星級的眼味來形容 真的是一點也不為過 他不僅沒有讓人擔心的爆漿感 而且一層又一層的酥脆口感 真的是 現今市面上所有炸物吉林水 完全無法比例的美味 而這鹹酥蠶 更是當地大人小孩 茶餘飯後最受歡迎的另類下韭菜 想知道他的滋味是如何嗎 等著您親自來品嘗 世界之大 無奇不有 富爾莫薩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 得命